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生了一起规模5.8的地震 阵源的深度是达50公里 那么日本本地观测到最大阵度是4 所以暂时是没有海啸一律的 那么有进一步的消息 我们会持续的带您更新 好 另外来看到是发生在以巴冲突 可以看到像以色列宣战的 夜门叛乱组织胡塞武装组织的发言人 他们宣布在红海扣押了一艘以色列的货船 根据了解 这一艘的货船是从土耳其出发的 原定要前往印度 但是在中途的时候就遭到胡塞分子拦截了 而且呢 挟持到夜门的港口去 那么以色列政府表示说 这一艘船是英国公司所有 由日本的公司经营 那么船上是有25名不同国籍的船员 不过都没有以色列人 好 另外来看到就是以色列声称 他们现在几乎已经铲除掉哈马斯在北加萨的军事基地 甚至还夺下了加萨港的控制权 以色列也开始在南加萨地区空投传单 要求平民撤离 似乎是暗示要把战线往南移动 不过这也让加萨平民非常的迷惘 他们已经不知道还能逃到哪里去 眼前这栋箭竹瞬间被引爆瓦力碎片 随即向四面八方喷射 以色列士兵躲在墙角朝远处哈马斯目标连环开火 坦克部队也在一旁助攻 以色列是出最新进攻影片 地面部队攻入加萨市的夏提难民营 地毯市搜索每一条小弄 目标就是要清剿哈马斯的残余势力 以色列宣称他们已经完全取得加萨港的控制权 就是这支第十三突击旅 和第188旅的士兵暗夜联手和哈马斯基站成功夺下加萨港 进一步切断哈马斯的后勤补给能力 以军同时宣布完全占领加萨市西部地区 地面行动进入下一个阶段 不止国防部长跑到前线 以色列参谋总长也再次全副武装 来到加萨向官兵信心喊话 随着以色列部队在北加萨稳步推进 地面行动现在准备往南扩张 以军连夜在加萨南部干尤尼斯东部空投传单 告知加萨民众为了自身安全赶紧撤离到避难所 只是加萨到底还有哪里可以躲 对此约旦外交部长火力全开 怒批以色列根本要加萨人统统去送死 加萨州四再度因为燃料严重短缺 通讯完全中断 民众得在这种没电没水 又不断遭遇空袭的恶劣状况下 想办法撤到安全地带 一阵万加萨人难以入眠 到了白天这一家人举着吊嘎做成的白旗 带着简单行李继续赶路逃命 一名巴勒斯坦记者拿着手机拍下 全家惊险的撤离过程 逃离途中炮火不断 结果在街头的另一侧 记者发现邻居倒地不起 一旁的家属瞬间情绪崩溃 严陆发现更多死于枪战下的无辜百姓 CNN记者事后联络上这名记者 问他为何要拍摄这些影片 加萨人在各种不利的情况下 想办法撤离到安全处 但对他们来说这段逃难过程不止艰辛 还不知接下来的路是否真能走向平安 TBBS新闻综合报道 但是以色列目前为止看起来是任何 完全没有一点要收手的意思 包含说在加萨地区的最大医院西法医院 现在这边被侍卫称为沦为死亡区 以色列军方是公布了最新取得的影像证据 说他们在医院底下发现一条长达55公尺的地道 还说哈马斯就是透过这里把原质给押走 详细而连线记者黄宇璇 好的主播 以色列与哈马斯武装分子在加萨地区持续招战 尤其西法医院当地时间周六上百人大撤离后 以色列军方公布一段新影像 在医院下方发现一条长达55公尺的哈马斯地道 以色列军方也在医院内的监视器 以色列为了向外界证明说攻击西法医院的合理性 他们事实上提供了多段的证据 显示说西法医院里面不但藏有大量的军武 还埋有哈马斯的地道竖井 不过哈马斯是充眼不斥说这些武器 明明就是以色列军人带进来摆拍 要故意栽账给他们 地面上出现深不见底的大洞 周遭还散落钢筋铁架 这正是以色列国防军宣称 加萨西法医院里有哈马斯地道竖井的第一份证据 不只如此士兵还发现一辆专门诱杀敌人的陷阱车 里面获利惊人 最关键的是军队在医院找到一位哈马斯人质遗体 他是65岁的魏斯 10月7号那天早绑架 丈夫已不幸身亡 以色列国防官员表示 从医院笔电里发现人质相关影像 受害者是否也在医院里的地道 还有待以色列士兵深入地道探查 尽管以色列公布的画面 真实性还需查核 不过专家表示 以色列会将最原始情报 跟最大盟友美国分享 让美国更有信心力挺以色列 支持哈马斯拿医院当据点的说法 不过哈马斯成员立刻出面反驳 只控制以色列随身带着一批武器 放在医院里面摆拍 想要栽赃给他们 约旦外交部长也跳出来 说以色列指控荒谬至极 连约旦在加萨设立的军医院 都被说成底下有哈马斯的地道 加萨最大的西法医院遭闯入攻击 近村的其他医院人心惶惶 第二大的盛城医院 医护人员跟病患还有战时避难的加萨人 已经全数撤离 当时能逃的时间只有不到半小时 巴勒斯坦红星院会指出 阿赫利进行会医院遭以色列坦克攻击 大批民众举着白旗冒险撤离 加萨南部纳萨医院院长表示 十分担心北加萨的同业安全 以色列轰炸医院或是哈马斯屠杀和绑架都构成战争罪 然而战火一天不停就无法展开相关调查 战争拖越久战争罪证据越难保存 幸存者心理阴影如果太大将来也无法担任人证 受难的平民想要获得一个公道 恐怕不是那么容易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不过现在调停以巴冲突的契机 会是从中国大陆这边开始吗 因为阿拉伯以及伊斯兰国家的外长联合代表团 将在周一的时候出访北京 包含沙沃地阿拉伯 约旦 埃及 印尼 以及巴勒斯坦的外长 还有伊斯兰合作组织的秘书长 都表示他们希望尽快速成以巴停火 而中国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就表示 将与这个联合代表团讨论以巴情势 那么代表团还会前往其他的国家 他们强调说要传达出一个很明确的信息 就是要求双方必须立即的停火 而日前落幕的iPad这一次的场外 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平静 因为在主办城市旧金山这边 就有两百多名的示威者 冲上了海湾大桥瘫痪交通 他们要抗议的是 要以色列停火 要世界声援巴勒斯坦 而位在华府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外 也爆发了几名冲突 很多停巴勒斯坦的团体都放话 说明年要用选票下架拜登 声援巴勒斯坦的示威者冲上旧金山海关大桥 直接躺在路面上盖起白布 旁边一排车一字排开 挡住所有通行车辆 示威者特别选在 iPad期间吼出诉求 要拜登让以色列停火 旧金山这一场示威 两百多个人 把交通搞到瘫痪三个多小时 好不容易清场 但是类似的示威在全美国接力上演 波士顿的还算和平 华府的则是半路变调 原本都还算平静 突然之间就演变成大乱斗 珍报警察用力把示威者往后推 尖叫声四七 示威者指控是警方先动手的 而且这地点就在民主党 全国委员会总部外面 有十几位的民主党议员 仓皇地从地下室逃出去 一波波的抗议都凸显出 拜登在这一次的尾巴冲突 可能会变成尼菩萨过疆 自身难保 移民族群向来都是民主党的大本营 随着加萨人道惨况加剧 引爆了阿拉伯裔群体怒火 放话说要断了拜登的铁票仓 尤其是很多年轻手头族 已经决定要下架拜登 反以浪潮烧到拜登 民调是一路惨叠 只是陷入危机的 不止有拜登 还有加拿大总理杜鲁道 他到餐厅吃饭 结果被示威者一路追到餐厅里 逼他对以色列施压 喊到杜鲁道实在坐不住了 尴尬离场 示威者继续边追边骂 以巴冲突掀起的政治动荡 还在酝酿当中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视察铁穷部队 在强调乙军绝对强大到 能碾压哈马斯 既然如此 那又怎么会有 10月7号的重大失误呢 纳坦雅胡强硬的军事行动 一方面是为了回应民怨 但是这也招致国际谴责 本来是要来挺以色列的 结果话锋一转 欧盟对以色列说出正话 看来只要冲突没缓和 以色列的压力就无法解套 TVBS新闻综合报道 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妻子罗沙琳 日前在家中接受了临终乖怀 那么当地周日就传出 他逝世的消息 想其寿96岁 而卡特中心事代家族发言 表示他临终时 全家人都陪伴在身旁 今年5月罗沙琳就因为 罗沙琳就因为罹患失证症 健康状态恶化 与卡特两人都在家中禁养 那么事实上这一对第一夫妻 今年才刚庆祝结婚77周年 是美国历任总统当中 婚姻最长久的夫妻 而过往罗沙琳在各个领域 都发挥了他的影响力 他的形象也是会永远升职人形 好 尽管现在拜席会落幕了 中美都称成果丰硕 但是美国总统拜登也说 对峰会的成果要信任 但要核实 这个是前总统雷根在冷战时期 对苏联和谈判的用语 显示两国虽然有分歧 还是一个各取所需的状态 而拜登在会后的记者会上 还称习近平是独裁者 这话一出又让在场的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描变脸 第三十届APEC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领袖峰会 在美国旧金山登场 领导人一字排开拍惯例的大合照 不过全场紧盯的焦点 自然是美国和中国 因为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 对全球贸易和安全 牵一发而动全身 美国总统拜登在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完成开场发言后 主动走向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双方握手并短暂交谈 延续前一天拜习会营造的和睦氛围 习近平在出席第一天的欢迎晚宴前 加州州长纽森也特地送上NBA 荆州勇士队的八号球衣 上面印制勇士的中文字 和习近平的姓氏英文拼音 我穿上这件衣服以后 也会变得这么神勇吧 如果我穿那件衣服的话 对对对 MVP 之后习近平在晚宴上 则提起上周返回中国大陆的 一个月的铺陈 拜习在旧金山的确按计划 精心演绎出美中关系破冰 两人还单独在花园里散步 拜登还向媒体双手比赞 美方官员透露 拜登特地助习近平夫人彭丽媛 生日快乐 因为他与拜登生日都是11月20号 我想我们的这种关系会继续下去 我同意 这车好漂亮 我们红旗车 不过两人刻意展现的友好 还是被一个问题给搅乱了 此话一出台下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情超有戏 他撇头皱眉 因为他知道这必然引发中方反弹 果然中国大陆外交部随即回批 这种说法极其错误 是不负责任的政治操弄 不过北京市民倒是看得开 不过北京人也说 这让中国稳定 给了拜登的独裁者一个正面的解释 中国大陆官方从来不用这个字眼 官媒更自动忽略拜登这段小插曲 只着重习近平的个人外交 经高度审查的网络社群 也同样搜寻不到这个字 中美关系这艘巨轮穿越岸礁险滩 从巴厘岛抵达救济山 诸为不易 但救济山不是终点 而应该成为新的起点 这新的起点对六年来首次踏入美国的 中国大陆领导人来说 可能还算成功 在与企业高层的晚宴上 获得三次全场起立鼓掌 而这次的拜习会 美中在打击毒品 军事沟通和人工智慧上达成协议 这三项都是美国向中方要求的 而习近平则赢得美国政策让步 把中国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 从制裁名单移除 换取合作承诺 缓和双边紧张局势 把焦点转向经济成长 争取外国投资 对习近平来说 如果美中能管控分歧 他的注意力就可专注在国内放缓的经济和政治内斗 除了美中 APEC场边习近平也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举行约一小时的双边会 中日再次确认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 日方也要求中方撤销日本水产禁令 美日韩三国领袖也在场边进行简短闭门会晤 元首何宗连横积极上演 TV新闻综合报道 好 现在也已经确实看到 拜习会的成果开始一一的浮现了 大陆人行已经宣布 他们向美国第二大的银行卡清算机构 万事达卡要来核发银行卡清算业务的许可证 那么根据央视的报道是说 之前万事达卡只能够在大陆发行美元或是欧元 等外币的银行卡 但是现在他们进入到大陆的支付市场之后 就可以和大陆的国营合作发行银行卡 而境内外都使用人民币来做结算 喷出彩色烟雾 各种特技无缝接轨 同一时间还能在空中排列出整齐队伍 中国大陆八一飞行表演队 在全球最著名的杜拜航空展演出 获得观众热烈掌声 展示最新头等舱空间 高档奢华空中酒吧淋浴间 舒适度媲美饭店的头等舱 向高金字塔顶端客群招手 阿联酋航空近期才砸下五百八十亿美元 狂买空中巴士和波音共一百一十架客机 外加市场预期 中国大陆对美国释出善意 渴望在近期内解动波音七三七MAX采购禁令 带动波音股价冲上天 两国将推出更多便利人员往来 促进人文交流的措施 拜习会和APEC才刚结束 对岸就对美国大开绿灯 宣布美国第二大银行卡清算机构 万事达Master Car正式获准进入大陆支付市场 央视引述专家说法表示这项措施 彰显大陆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 开放势在必行 因为大陆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前十月大陆外商直接投资 FDI持续恶化 较去年同期减少百分之九点四 是连续第五个月衰退 尽管中美看似熔冰 大陆也努力营造友善环境 包括优惠税率 便利签证等等 但显然外资仍在庭看庭 再来看到是阿根廷的总统大选 第二轮的选举周日登场 而结果也出炉了 是由被称为阿根廷川普的 极右派候选人米雷伊 他以56%的得票率 赢得了这一次的总统大选 另外一位的候选人 是现任的经济部长马莎 他是自行宣布败选的 并且向米雷伊致贺 那么米雷伊是经济学家出身 那么因为担任了电视评论员 声明大噪 不过他的言辞是以犀利极端著称 因此也被媒体称为阿根廷川普 他在外交上主张是对中国大陆 处于强硬的态度 另外对于阿根廷高达143%的严重通膨 他则是主张要透过大幅度的 削减预算关闭央行 并且使货币美元化 来解决阿根廷经济的通膨问题 好 接下来要带您掌握东南亚动态 泰国的捷运粉色线开来到明雾里段 从11月21号起 要向民众开放免费的试程 总理将于当天上午亲自试程 开来明雾里段全长34.5公里 沿途有和各重要旅游景点相连 为游客带来极大的便利 菲律宾的武装部队 近日在近台湾的旅宋岛北端 举行了一连串的军演 包含两期登陆作战 还有联合兵种实弹演习 以加强各军种共同作战能力 强化非国军队捍卫领土 与海上安全的实力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氏 与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iPad的场边会谈 就建立舒缓南海紧张局势机制展开讨论 小马可氏会后提到了菲律宾渔民的困境 他呼吁重回到过去 两国渔民都可以在南海捕鱼的情况 iPad领袖峰会落幕 台湾领袖代表张忠谋 此行与过半以上的经济体领袖交流互动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就在脸书 PO出了17号与张忠谋会幕的照片 两个人是坐在沙发上愉快的交谈 桌上还摆有了茶点还有点心 过往政治立场被认为 亲中的马尔地夫总统穆伊组 在就任后的第二天 就要求印度要撤离派驻在马尔地夫的军事人员 外界认为这是中国在地缘政治较量上的一次胜利 以上的讯息是由泰国世界日报提供给您 美国长期低利率的环境 养出了一票体质不佳的僵尸企业 他们的现金流岌岌可危 尤其是在目前联准会不排除升息的状态下 很可能会看到一波倒闭潮 将近百年历史的美国卡车货运公司 在今年八月宣布破产保护 三万员工就这样丢了工作 但专家却乐见其成 拿着七亿美元的疫情纾困贷款 这间货运公司却只偿还了不到五千五百万美元的利息 几乎没有能力偿还本金 宣告破产等于是让纳税人掏钱买单 像这样拿着大笔借款还不出贷款 却撑着最后一口气持续运作的公司 经济学家称作僵尸企业 保守估计美国大约有一成的上市公司 是属于像这样的僵尸企业 信用风险监控公司评估比率可能甚至达到四成 这样体质不健康的企业可能遍布在各种不同的行业当中 除了企业本身营运不善 专家认为借贷的金融体系也应该负上责任 低利率 银行的错误投资加上政府补助 最容易造就这样不健全的经营模式 明明公司入不敷出还是利用借贷继续运作 大量的僵尸企业影响资金流动 造成的后果就是像90年代的日本一样 进入漫长又失落的时代 不过这次美国没有像日本一样面对长达30年的零利率时代 因应通膨的多次升息让美国企业进行一场淘汰赛 从今年1月到9月就有516家上市公司寻告破产 尽管专家认为避免僵尸企业继续吸血 将有助于整个市场的稳定 但就怕经济衰退掀起一波破产潮 依照目前美国政府的财政状况很难再出手相救 可能就得面对像日本一样进入经济长期停滞的困境 区别新闻组合报道 另外你有观察到吗 这七年之间中国大陆的手机出口量是大减 而一统计才发现是减少5.2亿一支之多 详情要交给记者容轩 中国大陆是手机制造和出口最大的基地 但是近年来手机的出口量却持续的下滑 根据数据显示 今年10月中国大陆手机出口8111万支 年增大约是10% 但是前10月的出口总数仍然在下滑 总共6.42亿支 年减6.4% 而根据统计中国大陆手机出口量在2015年是达到最高峰的时候 当时年增2.4%到13.43亿支 但是之后就年年下滑 七年之间减少了5点多亿支 中国大陆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的总监表示 消费者换机时间拉长了 导致智慧型手机需求在全球范围内见顶 另外因为韩国三星在2014年之后 就渐渐退出中国大陆的市场 也关闭了中国大陆的工厂 这也对手机出口量造成很大的影响 以上是为您掌握消息 大陆第25届的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在广东的深圳启行了 现场可以说是各国高科技产品的经济场 带你来看看 110英寸 8K超高清 裸眼3D大一幕 一只凤凰飞出超过一幕1.5公尺的立体纵身画面 该产品可以应用在游戏互动体验 大场景展览 商用显示等领域 甚至是复杂的医学教学 然后我们放这张图就是想要体现一下 就是一些血管神经 尤其是眼神经 史上规模最大的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在广东深圳举办 累计的交易额超过1600亿台币 其中不乏围绕大健康概念的科技产品 如果你家里面有一台自行车 但是外面刮风下雨 你又不想要到外面去的话 你就可以买一台这样子的设备 把自己家的脚踏车挂在了这个上面 然后就可以设定了你是要连骑还是要单骑 我现在的话就属于单骑 它透过了这一辆脚踏车前面的传感器 可以把我骑行的时间长度 消耗的卡路里 以及我手过方向盘的这个操控 都可以传到了电脑上面 它擦到这样的一个除外状的东西之后 就可以在里面进行毛除外去运动 让你滑下来之后 放到经车的车袜前面 再通过一根线接到我们的一个 微地自然起台 把自己的爱车放到我们的起台上之后 就可以通过车袜来控制前方的转向 除此之外还有水路两栖机器人 可运用于探测搜救收集数据等 以及全球首创的双飞翼垂直起降 固定翼无人机 大陆科研团队掌握了驱动系统 感测器资料融合及演算法等 可以在零下40度海拔5500公尺 多项无人机的性能极限 TVB新闻谢贤锡 陈向如广东深圳报道 大陆品牌小米确实什么都卖 现在连卖起的电动车 小米的电动车SU7的官方照已经曝光了 可能打出超杀价格 让价格战更白热化 现在我乘坐的是一款电动载人飞碟 它可以手动驾驶 也可以自动驾驶 碳纤维外壳 重量轻盈 在户外飞行时 可距离地面200多公尺 另一款由小鹏汽车生产的飞行汽车 能够飞上天 还能在陆地跑 按个按钮切换自如 大陆车企竞争激烈 现在号称价格屠夫的小米 也加入造车行列 官方照片首度曝光 在工信部公示的第377批 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 及产品公告新产品公示中 两辆产品商标为小米牌的汽车在列 号称地表最强 苹果分析师的郭明奇透露 小米汽车首批出货 约5到6万辆 卖点是自动驾驶 软体生态系 800V高压超快充与动力配置 目前市场预估 价格将落在30万人民币 若能低于25万人民币 甚至更低 出货量还有上修空间 华为与奇瑞 9号最新发布首款智能电动轿车 与赛利斯合作的新车 12月紧接着问世 当手机品牌厂华为小米纷纷跨界卡位新能源车 势必让大陆车企重新洗牌 陷入更严峻的价格竞争 抽样过程不透明 抽样结果不公正 有关做法 涉嫌违背 世贸组织规则 欧盟宣布将针对比亚迪上汽吉利汽车启动首批反补贴调查 若未来开征反倾销关税 将对大陆车企形成另一项重大挑战 TV别新闻黄冠伟 戴云丽综合报道 南韩主办了电玩英雄联盟S13世界大赛 邀请了台湾歌手OZ 还有韩国EXO成员薄贤来梦幻现场 详情连线记者林玉文 好的电竞圈年度胜市英雄联盟2023世界大赛总决赛在19号登场 回五年世界大赛再次重返韩国举行 不只是最终由T1直落三击败对手YBG 在韩国主场首注世界冠军奖杯 夺下队史第四座冠军迎接总决赛 赛前开幕也是相当精彩 其中最有看头的就是由韩国人气男团EXO的成员编博弦 加上台湾歌手OZ等艺人跨国所组成的新男团新刚之声 开场就表演新曲偏执英狂ParaNova 让全场嗨翻来听一段现场演出 可以看到编羅协是化身英雄联盟角色 伊泽瑞尔OZ则是赛特 台韩欧美歌手集结 不只在大赛舞台上叙事结合 用AR动画产现超震撼特效 甚至在舞台结尾还让这些虚拟歌手 冲破舞台接力唱歌 亲戚太演出方式 让英雄联盟世界大赛更有看点 而现在在AI风潮之下 网络上的D-Fake犯罪也变多了 南韩政界人士就担心 只有可能会冲击到他们明年的 国会选举 유명昭美歌手 성룡이 말을 하고 있는 영상입니다 이건 제 증명 사진인데요 성룡이 말을 하고 있는 영상에 제 증명 사진을 입혀보겠습니다 D-Fake身外技术快速进化 韩联系记者亲自示范 身外技术制作们 칸디 上线南韩总统大选时 就出现模拟时任候选人 影席月的AI影席月 南韩政界人士担心 明年的议会选举 身外技术可能会被恶意利用 但即使利用AI的非法内容公然流通 碍于南韩现行法规 无法采取删除等有效措施 방송통신심의위원회가 최근 3년간 적발한 불법 성적 허위 영상물은 9천여 건 이 중 시정 조치를 요구한 뒤 삭제된 콘텐츠는 불과 410건으로 5%도 안 됩니다 南韩各党 국회의원提出过许多 阻止恶意使用身外技术的法案 例如利用AI的内容 有意物打上标记 利用AI技术公布 未造事实必须受罚 禁止在選取活动时 制作和流通身外影像 但这些提案被革置好几个月 假使这届国会不能通过 将自动废除 专家提醒 为了5个月后的国会选举 急需制定特别对策 선관위가 지난 8월부터 특별 대응팀을 띄워 허위 정보를 모니터링하겠다고 밝혔지만 효과적인 대응을 위해서는 범정부 차원의 논의가 필요하다는 지적입니다 2위利用身外技术的犯罪事件 经常发生 나含有业者开发 区分身外技术的AI科技 디페이크 영상의 허점을 어떻게 찾아내는 건지 직접 살펴보겠습니다 选择影片檔案开始分析 数字越接近百分之百 越是偽造内容 只要超过百分之五十 就判断为偽造影片 这套科技可以用于应对 利用非法影像制品的各种犯罪 其他国家也在 積極开发 身外检测技术 全球身外检测市场 尤其从去年的五亿美元 增长到二零二七年的十八亿美元 但只凭检测技术 很难完全消除 美国为了明年总统大选 正在讨论规范 利用身外图像制作的假新闻 欧盟议会今年六月 也通过了人工智慧法案 规范生成是AI 南韩参考欧美做法 将尽快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TBS新闻综合报道 现在都要讲求永续节能 有专家研究出 电梯若是采用特殊的 电力回升模组 就可以节电 并且让电力再利用 镜头扫过访客联孔 平板电脑随即显示 指定楼层 资讯同步输入之后 由机器人引导搭乘电梯 AI技术和商务行程 或旅馆饭店 绷出新火花 其实效能提升的背后 电力节约也悄悄达成 我们通常只按上楼 但是这时候电机系统 并不知道我们的目的地 所以他要怎么派车 他可能只派一台来 或者是因为现在是人潮拥挤 他可能会多派好几台过来 所以他会针对目前 这三台电梯的 所在楼层的状况 是不是有载人 还有它的方向性 去决定一台最方便 最快可以到达我这边的电梯 省了很多的一个能源 在电梯的运行上面 然后再用它的动能去回存这样子 对 绿色生产力基金会曾提出数据 一栋商办如果装置15和20匹马力电梯 各三座 平均每一年要耗掉20万度电力 而每一度电平均三块钱的现在 花费相当可观 新科技的应用 省下管销经费 甚至让开源和节流 自实现 国中理化客就有提过 未能能够转换成电能 那么运行中的电梯 所产生的电力 都花到哪里去的呢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来 我们不乏把电梯 当成另类的发电机 来到科技厂顶楼机房 显示器上数字向上跳动 代表电梯正在运转 却不全然都在消耗 概念就像是水力发电 或汽车的许电池 车子来说 特别是电动车 如果今天载满人的时候 然后上行 往上运行的话 是最耗电的 如果今天电梯 它里面是 我们叫做占一半的人 平衡负载的时候 这个是完全不耗电的 但是我们其实现在 这个主动是回升单元的话 我们要克服的是 在下行的时候 下行的时候 这个时候未能就转回电能了 简单来说 电梯踢舱和配重块 撞得拉动轻的 就是在发电 把一般电梯 配备的电阻 换成回升单元 运作产生的热能 没有散失 反而成为可供回存的电力 以台大电讨三厂为例 这个做法 让节能率达到百分之五十 一年能省下近四万多电 不仅是给电梯用的 其实是所有整个我们这个建筑物里 所有的电器设备事实上都可以使用的 那当然其实一般的社区大楼 这一些的八九层楼的 其实都有相同的效益 马达技术用词同步逐渐成熟 让机构简化了 一并也提高电力回升效率 产业和学界曾统计研究 如果台湾每一百台电梯 有八到九台安装回升系统 一年将可回升2.41度的电力 可占整体再生能源的发电量百分之一 当节能减碳成为工部门绩效的现在 全台二十二个县市都有提案申请记录 其中台南和澎湖 已经在工作计划之内 办理示范补助 按照经济部能源署的规划 计划节能率达百分之十 最高补助有五百万元 不过安装一台不含施工成本 就要九到二十万 对于部分住宅 效益更是不明显 做一件事情来讲 我们要去考虑到成本效益性 那对于比较低楼层 或者是它的使用频率 没有那么高的 可能就不一定适合安装 有很多的住宅建筑 可能都是十年以上的公寓 那楼层都比较低 其实这样的建筑本体 比较不适合去装 它可能要拿到二十年以上 可能才有更多的回收的可能性跟空间 和老旧公寓相比 在新建的社宅家庄 才比较看到可行性 学者更建议 补助挑冠或许还能更灵活 比如像洪湖 或某一些县市 它补助了一半的金额 那另外一半 它可以透过用金融贷款的方式 或者是用其他的 这种金融工具去补助 然后因为你这个设备安装之后 你会有明显的节点效应 那你再慢慢的做一些摊提 毕竟绝大多数民众心理 省电就该等同于省钱 现实是绿电本身就不是古本生意 TVB的新闻朱光宏叶甫 桃园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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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